早上上班时间 这辆轿车通过这个绿灯 下个路口已经是红灯了 驾驶没有减速 也没看到有导户老师 拿红旗往路中央走 女老师直接被撞飞 这时车辆才停下 骑脚踏车的学生差点被波及 吓出一身冷汗 这时一辆警车正好弯过来 通报119 驾驶人疑似围很后置管制 二方脚踏车及三方行人 目前没有明确的造势责任 救护车抵达 女老师倒在地上 头受伤意识模糊 而站在一旁穿黑色夹克 双手插口袋的就是招式驾驶 12月1号早上7点多 行进高雄凤山区凤翔国中前 她闯红灯 撞到一名学生的脚踏车车轮 在撞倒执行导户工作的女老师 很严重 因为她脑 她头部碰撞到她的躺风玻璃 所以一个短距离 那我们到到现场 她已经就是头部出血了 41岁的梁仙女老师 是凤翔国中体育老师 头部重创 手术后昏迷中 而33岁的肇事驾驶 跟警方说 她赶着上班 一时晃神 没看到浩志和导户老师 撞到人 才踩刹车 导户工作 我们也是有去做这些 这些导户的训练 在专业的碰到这种 对了这种 这种传红灯或什么样的 很难去防范注意的 导户工作本来就不是老师的职责 但为了学生的安全 老师跟义工轮流执行 41岁的梁仙女老师 维护学生交通安全 却被违规了驾驶 撞成重伤命危 TVBS新闻里战胜黄晓琪 高速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